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战略家和外交家 也是中国领导人的座上课 今天的赖子聊书就来介绍一下基辛格的职业生涯 介绍一下他在五月的一次受访和一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看看他是如何看待俄乌战争、俄中关系以及美国对俄和对华政策的 基辛格在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在1938年与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 在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 在二次大战中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 在情报部门工作 参加过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 基辛格在战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政治系 在50年代提出了战略和武器的平衡理论 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在战略和力量方面保持优势 美国只要保持与苏联的战略和力量的平衡就可以了 基辛格的这个观点 为美国战略和力量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基辛格也就从一位哈佛大学教授 成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战略问题专家 尼赫松在1969年入主白宫后 就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后来任命为国务卿 尼赫松在1974年 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后 基辛格虽然继续担任国务卿 但其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在1976年 失任美国总统的福特败选后 基辛格就再也没有担任过公职 基辛格在担任公职期间 处理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就是与中共的关系 他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 为尼赫松在1972年的来访 铺平了道路 第二件是在1972年5月 与苏联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 这个协议就成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基础 第三件是在1973年1月 与北越达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议 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基辛格后来也因此受到诟病 许多人指责基辛格十分冷酷 毫不留情地牺牲了南越人民和柬埔寨人民 基辛格对此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极力为自己辩解 第四件是在1973年10月 迫使以色列停火 以色列在第四次阿以战争中 遭到埃及和叙利亚的突然袭击 但是先输后营 以色列军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 包围了在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 打开了通往开罗的通道 为了不让埃及受到羞辱 基辛格就用中断援助相威胁 迫使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下令停火 把在运河西岸的乙军撤回到东岸 解除了对埃及军队的包围 基辛格的这个行动 把埃及从苏联的怀抱中 拉回到西方阵营 从而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态势 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念 和老辣的外交手段 一直受到自由派人士的抨击 这些人说 红色高棉之所以能够上台 其原因是基辛格的政策 北京对自己与基辛格的勾兑 一直是散烁其词 北京一方面翻译出版了 基辛格的回忆录 可又删除了回忆录中 在柬埔寨问题上涉及自己的内容 但后来又将自己的部分档案资料 送给美国的威尔逊中心 可又不允许公布中文的原件 由于基辛格是打开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人 中共领导人就一直把基辛格 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每当美中关系出现重大困难时 就请基辛格访华 予以高规格接待 竭尽全力报道基辛格 关于美中关系的正面评论 同时尽量回避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在今年5月9日 英国金融时报 驻美国编辑兼记者爱德华·鲁斯 采访了基辛格后 中国的参考消息 就选择了其中的部分采访内容 在5月13日刊登出来 金融时报的鲁斯这样问基辛格 您策划了上海公报 把中国从俄国人身边拉走了 现在俄国人与中国恢复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与中国的新冷战 基辛格回答说 我们当年向中国打开大门的时候 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俄国人 可当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坏得不能再坏了 我们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考虑是 当你面对两个敌人的时候 用同一种政策对付这两个敌人是不明智的 参考消息没有刊登基辛格下面所说的话 基辛格说 我们决定向中国打开大门 是因为当时的中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 但是苏联领导人布列治涅夫 没有想到中国竟会与美国走在了一起 毛泽东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 但是他仍然准备与我们会谈 现在出现的中俄联盟并不符合中俄两国各自的利益 由于中俄关系中的矛盾是内在性的 这样的联盟关系不可能持久 基辛格说 乌克兰战争正在深刻的改变着全球的地缘政治形势 在可预见的问题上 中俄两国的利益不会一致 我们无力在中俄之间制造分裂 但是未来的地缘政治环境能够制造 到那时 俄罗斯要重新评估自己与欧洲的关系 评估自己对北约的态度 我们同时敌视两个竞争对手 会把这两个对手赶在一起 这是不明智的 如果我们能够与盟友们一起 运用有区别的对待不同对手的原则 历史就会再给我们机会 在被问及地缘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矛盾的关系问题时 基辛格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 意识形态与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当重大问题出现时 我们就要有意识地运用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来分析这些问题 切勿把这些问题变成意识形态问题 只要我们不准备推翻对手的政权 就不必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 由于现代武器的毁灭能力 我们要避免有政权更迭的想法 要抵制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诱惑和裹挟 关于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红线问题 就是俄罗斯政府感到自己的政权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刻问题 基辛格说 自己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 15年来每年都要见普京一次 基辛格说 普京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相信俄罗斯的历史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他对处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 大片的空袭地感到不安 他认为 如果这个空袭地被吸纳入北约 就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基辛格接着说 我这不是为俄罗斯的侵略开脱 我没有预料到 普京就会到了要接管乌克兰的程度 金融时报的鲁斯问基辛格 普京是否被假情报误导了 美国如何避免判断错误 基辛格说 当出现危机时 我们要去努力理解对方内部的红线 要回答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危机还会升级多长时间 第二个是危机还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吗 具体的说就是普京的能力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 他是否达到了必须决定升级的节点上 这个节点就是如果他再不把冲突升级 俄罗斯就不再是大国了 基辛格接着说 我无从判断普京会在什么时候达到那个节点上 跨过这个红线的影响非同一般 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越过这条线 也不知道下一条红线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想我们也只能接受它 金融时报的鲁斯最后问 您多次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历届前任 非常了解中国 您认为中国应当从俄乌战争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基辛格回答说 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应当想一想 如何避免落入普京这种自找的境地 应当考虑当危机出现时 如何防止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反对自己 以上就是基辛格在5月9日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谈话的内容 这个内容的主线是 将地缘利益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要对两个不同的竞争对手实施不同的政策 要了解对手的底线 不要把对手推入绝境 这个主线也是基辛格在5月23日 向达沃斯论坛发表视频演讲的主线 达沃斯论坛的正式名称是 世界经济论坛 它成立于1971年 时任日内瓦大学的商业政策教授 基辛格以前的学生克劳斯·施瓦布 邀请了444位欧洲公司的管理人员 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 召开了首届欧洲管理研讨会 1987年这个管理研讨会改为现在的名字 逐步发展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平台 参加了解决许多重大冲突的国际努力 比如阿易冲突 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等等 习近平曾在2017年1月参加了这个论坛的年度会议 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 今年达沃斯论坛年度会议的主席 就是论坛的创始人 基辛格以前的学生施瓦布 基辛格在演讲一开始 就把俄乌战争称为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说当乌克兰在2014年要求加入北约时 自己就发表文章说 乌克兰应当是一个中立国 是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他至今没有改变这个观点 基辛格说 俄乌战争来自于北约巨大的凝聚力 来自于这种凝聚力对乌克兰的吸引 俄乌战争是一场事关乌克兰自由的战争 但是如果波兰以西的国家 直接介入了这场战争 俄乌战争就要变成一场反对俄罗斯的战争 基辛格建议说 和平谈判应当在两个月后开始 和谈可以让人们大致了解 这场战争会如何改变现在各国的边界 知道俄罗斯 格鲁吉亚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理想的情况是恢复战前的边界 因为修改边界的谈判会非常复杂 乌克兰是边界谈判的重要一方 基辛格说 当俄乌战争结束时 乌克兰将会有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欧洲内部的力量平衡 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平衡 为了维持这种复杂的平衡关系 人们会希望乌克兰人的智慧 能够与他们的英雄气概相匹配 基辛格接着阐述了自己关于俄罗斯 在欧洲事务中角色的观点 他说 俄罗斯在过去的400年中 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俄罗斯对欧洲事务的影响之大 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为过 400年来 俄国在欧洲事务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时而是观察员 时而是担保人 时而是工具 由于俄国的这些作用 欧洲才能够不断恢复自己内部的力量平衡 西方国家当前的政策 就是要恢复俄罗斯的这种作用 以免把它赶入中国的怀抱 与中国结成永久性的同盟 基辛格接着开始阐述自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说 中美两国未来长期的关系 既取决于两国的能力 也取决于两国对各自能力的解释 两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彼此构成了长期的军事威胁 基辛格说 当美国向中国打开国门时 我们认为两国会变成永久性的合作伙伴 但是随着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合作伙伴的关系就结束了 两国的关系就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这种挑战来自于两国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制度 其中的敌意与生俱来 只有通过双方的外交努力 才能够逐渐降低 美中双方都应当相信 两国如果爆发战争 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基辛格接着说 但是双方至今还没有进行军备控制谈判 也没有限制军备的标准 基辛格之后 把话题转向一些新兴大国的出现及其影响 他说 现在最为紧迫的问题 是伊朗的崛起和中东地区的进一步分裂 除此之外 就是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兴起 这些国家正在影响着世界力量的平衡 与乌克兰战争一起 粉碎了原先的经济秩序 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国家因此应当重新考虑全球体系的定义 及其运作方式 以上就是英国金融时报对基辛格的采访 以及基辛格对达沃斯论坛视频演讲的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背后的理念 与基辛格在自己著述中的内容 以及自己的外交实践完全一致 体现出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的特点 这一特点就是 只讲实地地位和力量平衡 而不讲意识形态 这个特点既是基辛格的成功之处 也是他受到批评的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足够重视道义 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 比如基辛格在演讲中说 美中两国不应把台湾问题 作为两国谈判的核心问题 这个观点所反映的 是20年前美中两国实力对比的情况 台湾问题源于国共内战 而国共内战又是国共两党 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中华民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 就将美中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 变成了地缘冲突 把美中关系变成了当今世界最难处理 最危险的关系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下去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订阅